经营修漆千层照 阅历嫦娥献几分 这是怎样的一道奢侈工艺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刷漆小工 成长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他有着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 本期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带您走进七亿圈 为您讲述修漆艺人 刘龙宝的故事 本节目在杨帆手机频道也同步播出 欢迎您留言互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咱们扬州是一块人节地灵之处 历史上诞生过许多文人雅师 必然也有很多心灵手巧的匠人 这话怎么说呢 有这么一句话就可以证明 叫天下器扬州工 前段时间我们栏目为大家介绍了 七七大师张来喜 手中雕刻漆上升花 刀锋千转 蜿蜒成画的剃红工艺 让很多观众都印象深刻 不过也有很多人不知道 每一件七七作品的完成 其实在凋漆之前还离不开一道重要的工序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扬州七七中的讲究 六 修七 一间无窗的屋子里 垂旋着几盏长明的灯泡 四壁贴着的茅草 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 不时滴落着水珠 在扬州七七厂的修七车间内 刘龙堡瞄了一眼墙上的温湿度表 22度 80% 点点头 向墙边的几排木架走去 架子上一块块货圆货方的盘子 板子 泛着净润而深浅不易的红色与褐色 刘龙堡的眼里迎出笑意 目光从他们的身上一一俯过 刘龙堡是扬州七七 修饰记忆当代传承人 与大七打交道已有46个年头了 在他的记忆中 16岁进场时 这间殷房就存在了 从此他便守在修七车间内 再未离开 这1912年16岁进场 3月5号 这个队伍来说的话 人生这个影响是最深的 我们当时修行人 能够齐齐长综合要照顾 能够用下土地 分营的话 就是修车这块 就是一车修车 这可以挂 对于一名修七师 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阴房 留意七体阴干状况 与七体光七 光七后 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刘龙堡要做一件 扬州博物馆镇馆之宝 元代纪兰佑 白龙纹梅瓶的修七工作 一个梅瓶梅子 几张草纸 几张麻布 一堆灰土 很难想象 精美的七体 就是从如此简单的 几样东西演化而来 而事实上 简单的东西 往往有着深远的内涵 这种为七体脱批的工艺 叫家住法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战国时期 所谓柱 就是柱麻纤维织成的布 刘龙堡首先在梅瓶梅子上 刷上调制好的酱糊水 将剪裁好的草纸 糊满瓶身表面 放入阴房之中 等待阴干 四日 梅子表面的草纸 已经干透 在草纸之上 刘龙堡开始涂抹第一层灰漆 为了让制好的七胎更加坚固 与七层之间不开裂 不脱胎 第一层灰漆阴干后 它在灰漆表面 贴上了一层麻布 将猪血料均匀地涂抹在麻布之上 第一道布 然后这道布 那个布过来 以后的话 在明天干 这算是生气力 然后其实这个猪血料 是我们的土地的冲冲 我们个时候后面大战 能够去到楼梨上 这个倒出去了 那个味道 夏天的话 四五鸟 有很多就是 沙头的都走在来 无能进去 先糊纸 后刷灰 再贴布 每一道工序之间 间隔一天 如此往复三次 经历一周 七批才最终成形 随后 刘龙堡先用刀 在劈体上开一个口子 然后用竹签沿着缝隙 慢慢插入 使布匹与模子分离 在同事的帮助下 将开口的小劈 小心地脱下取出 重新缝合 成为一个完整的劈体 此时的棋台 朴素甚至是丑陋至极 但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它将开始步入层层浸染的 蜕变历程 经营修漆千层照 阅历长额献几分 这是怎样的一道奢侈工艺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刷漆小工 成长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他有着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 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出 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正在为您讲述 休憩一人 刘龙堡的故事 本来我还不敢确定 你这一来 我就知道是你要急速出卖我 他可没那么大胆子 他算忠心 只不过是把老爸的钱 还给我个老妈而已 不过你也不错 我封锁了你的钱 你还能够找到人来付头等病房的费用 还有这个可恶你跑腿的傻丫头 滚 风水轮流转 以前的事件是你的 那些女人都喜欢你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了 在你我眼中 这里熟悉又陌生 在他们眼里 这里神秘而令人声望 我们的色彩 我们的表达 我们的味道 我们的韵律 周一至周五晚八点 品味你所不曾知道的 扬州 经营修漆千层照 阅历长额献几分 这是怎样的一道奢侈工艺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刷漆小工 成长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他有着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 你所不知道的扬州 正在为您讲述修漆艺人 流龙堡的故事 漆胎的完成 意味着修漆工作 就要进入到了光漆环节 通俗来讲 就是用极细的毛刷 在漆胎上反复的涂抹大漆 光漆的擦拭 要拿捏得准去 既不能太快 也不能太慢 既不能太薄 又不能太厚 每层漆的厚度 要控制在0.02毫米左右 一般来说 一件用于雕漆的漆漆 根据制作技法的不同 需要刷漆100到600层不等 每刷一层漆 就要阴干一次 与脱胎阶段漆灰 需要干透不同 光漆缓解 每光漆一次 就必须要等到前一层的大漆 达到僵干未干的状态 才能刷下一层 漆太干 漆面就会起皮 漆太湿 雕漆就容易出现损坏 这个漆水漆 这一块是最强烈的地方 它这个头过去刷上 一顿有铃头 只要过去 上两个车一起刷完 要在干与胃干之间 拿捏平衡 这对于现在的刘龙宝来说 已经是轻车熟路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 这可没少让他受罪 在过去 有句话叫做 荒年饿不死守艺人 那时候孩子上不起学 家长们都会让孩子去学一门守艺 但是也有一句话叫做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徒弟学好了 就与师父形成了竞争关系 所以那时候师父教徒弟 都会留那么一手 刘龙宝跟着师父 学三年做三年 凭着刻苦认真 修气要义学得很快 当时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但是有一天 他像往常一样 来到修气车间 检查漆气阴干状态 一看坏了 出大事了 修完的漆气表层 都皱起了漆皮 得了 只有刮掉重漆 一样的步骤 一样的大漆 可这次呢 光漆却没有再出现 漆气皱皮现象 接下来的几天 还是一样 这让刘龙宝泛起了嘀咕 之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父老师回来请教师父 这个师父说 科学慢车 屁股 可能有问题 就是师父 马上说多数字 屁股 不清楚就不安心 刘龙宝就是这样一个人 为了找到配漆的比例关系 在那段时间里 只要报明天有雷雨 他就会提前配上不同比例的漆 刷在不同的材质上 夜晚呢 就干脆留宿在车间里头 方便半夜起身观察大漆的变化 我们的时刻是压到比较远 就为了克风 困难 也必须被这种赛养 现在把我们的手机交给图纸 能够我们的眼睛退休 修字在字典里有两种解释 一个呢 是做动词 专制用漆涂在器物上 另一种呢 是名词 专制红黑两色的颜料 传统中国美学 重黑上红 人们常把红黑两色 比成君子德行 您看京剧那个脸谱 黑脸的包公 红脸的官骨 进朱者赤 进墨者黑 这刘龙宝在厂里啊 人诵绰号 七君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外貌不景气 厂里效益不好 许多人都选择了停薪留职 又或者干脆辞职下海 那时候啊 北京福建七七厂 托人找他 要高薪挖他走 可是 这刘龙宝太忠心 他不希望自个儿工作多年的厂子 就这么关了 没趣 可情怀是情怀啊 现实你还是要面对的 怎么办呢 只能在八小时之外 自己去接私活 贴补家用 做得好 接到的订单就多 什么七七修复啊 古琴呢 都找他 他不仅自己做 还介绍给同事 帮助大家一起渡过难关 2016年 退休后的刘龙宝 又被七七厂返聘回来 按他的说法 他要再干几年 为厂里带出几个好徒弟来 好了 今天的有关休期的故事 就为您讲述到这儿 节目最后 我们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再出一个互动小问题 刘龙宝在七七厂 做的是什么工作 知道答案的朋友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把答案发送到 海西头微信公众号 有机会获得 由九地红木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我是朱乐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